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 今天有我周天卫和周庸 继续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新闻 Robert 苹果正式关门大吉 今天出的报纸应该是最后一章 《苹果日报》今天有篇文章 标题是走过26年美好的仗打完 与读者一同编写《苹果》的最终章 其实《苹果》已经倒闭了 Robert 你觉得究竟《苹果》是天使还是魔鬼 我想很难用天使和魔鬼 如果大家形容《苹果》是什么机构 《苹果》应该是一个传媒 应该是成功的传媒 问题是一个成功的传媒 去到某一个阶段 成了妖魔 就变成了一个反中乱港的人的工具 你说《苹果》的错在什么呢? 错在它成功 错在它有一个黎智英的老板 错在它里面的员工 是不敢告诉老板 你不应该利用《苹果》 去做一些反中乱港 而是做一个政界的人所做的事 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东西 《苹果》作为一张报纸 它错了什么? 它没有错到 错的只是它背后的人 它和它写东西的人 在乱来搞乱了香港 如果我们再看回那件事 作为一张报纸 《苹果》曾经成功过 作为一个政治的魔鬼 这才是《苹果》抹落的真正理由 为什么我会问你 究竟它是天使还是魔鬼呢? 你看回今天的《苹果》 其实它们都有很多篇幅 列出一些时间表 时间线 意思是说它们当年 见证了动荡时代的全纪录 很多头版 那它们当然是看自己 是天使 因为它记录了 很动荡的时候 但是其实 为什么它是魔鬼呢? 你想想 它们曾经亦付钱做假新闻 很多次煽动市民上街 公然造谣抹黑警队 亦鼓吹外国势力 去制裁香港和国家 所以为什么我用了天使还是魔鬼呢? 最有趣的就是 其实有时候你看回 原本你都不觉得 它整个蝙蝠摆出来 你就看到它的时序 其实今天有《国安法》 我自己觉得 其实香港人是要多谢《苹果日报》 你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回它由2003年的头版 如何叫七一 七一的人要出来 走上街头 不见不散 如何推人出来 反二十三条 去到2014年 如何占领中环 如何鼓吹人 又如何说真普选 无望今晚正总发声 很多东西都是你们自己 他们自己推人出来 其实你要说 苹果作为一张报纸 它是成功的 这是现实说的 但苹果的失败 因为它不是去做报纸 它是改变了自己 将它自己成为一个政治工具 这个就是黎智英所做的 你想想一件事 大家很清楚 你记不记得 《苹果日报》 谁是总编辑 记不记得 说不说得出 可能你记得的就是张建宏 但张建宏现在是行政总裁 他有没有做过 以前也有做过《苹果日报》 这个又是这样说 陈佩曼也做过《苹果》的总编辑 例如《苹果日报》 如果他们没有被人拘捕 大家是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其实说到底意思是什么呢 当《苹果日报》作为一张报纸 不是由它的总编辑去负责做 如果你想想最初的年代 一直做到现在 其实《苹果》的总编辑 只是一个傀儡 只是一个黎智英手下的傀儡 黎智英说他跳左 他只会问 跳左多少步 向他跳右 他们跳右多少步 即是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苹果》已经不是一张报纸 是一个政治工具 到你今天这个结局 老实说只要一个人 是应该负责任 那个是谁呢 肥佬黎 其他人是否不用负责任 其实不是 法律上 张剑雄那些要负责任 把罗伟光那些 陈佩敏那些 拘捕那些 亦都分分钟是 你是写这个社论的 你要不要抹锅 你一样要抹锅 大家要明白社论是怎样来的 即是在一张报纸上 社论就是说 有个编辑委员会 几个人 包括总编辑 在苹果那里一定是 包括黎智英 有几个写手 写手 基本上 他没有什么特别意念 编辑委员会 谈了 我要说些什么 这一篇 就被A写 这一篇被B写 捉他来 就说 这样写 他拿这支笔 就这样写出来 所以你看到 筆名李平的社论 写手 就是被拉 老实说 是你的筆写出来 是打自己做出来的 是你的电脑打出来的 当然是你要揹 说真一句 究竟是不是他 是想着这些东西 就是勾结外国势力 去攻击中国 攻击香港 是否他们自己想做 但问题 你又没得骗 因为是你的筆 在电脑上看到 是你交了一篇稿 是你写的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一句 他说 香港多年 或全世界多年 全媒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才不会有乱子发生 香港的魔鬼 就是黎智英 他有了一个 这么成功的报纸 可以将香港 没得这么乱 这是黎智英 唯一一个人 需要负责任 你想想当年2014年8月 黎智英的黑金事件 当时有个自称一传媒股民的网民 曾经踢爆 就说黎智英当时 2012年到2014年 其实短短两年 即是占中之前 真的开始发生的时候 就透过Mark Simon 多次秘密捐款给不同反对派的人 你的金额高达四千多万 有多少政棍 当时有梁家杰 毛孟静 梁国雄 吕卓仁 陶锦生 那些前立法会议员 当时一爆出来 整个社会华然 所以你想想 你根本 像你所说 罪夫和首一定是黎智英 但你要明白 其实这样做是否正确 肯定是不正确 但有没有后果呢 你看看 苹果日报如日方中 到2014年的时候 他做了这些事情 被爆了出来 有没有后果呢 没有 接着苹果是继续做 不过不是公开做 或者他是暗中做 但现在再暗中之做 他有没有停过呢 如果再看回 黎智英是2014年去支持佔中行动 推动佔中行动 然后搞到今天他入监 香港人以前有报纸的 大把人开了报纸 是有影响力的 但他们会不会跳身下去 搞政治呢 大家就说到四周 应该是要退出 你要做四周 你就不可以走去做一个政治人物 即是美国 因为当年最初 传媒的大亨在武动社会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黎智英 做得这么出面 做得这么到的 没有黎智英 就没有苹果日报 但有了苹果日报 所以说到黎智英才要坐牢 其实你见到他 他心里越造越红 对 去到反修例的时候 2019年6月 你想想当时他推出人 推了多少 你想想当时爆眼淚的事件 你多夸张 因为都是靠苹果日报去推 力量是多大 苹果日报今天倒闭 简单说 风光大廉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一班人自己吹 自己的风光伟迹 大家应该让他们去做 这件事 因为在黄营上来说 我相信 不会再有一份 苹果日报出到来 因为没有黎智英 这个人 还有那个环境 都已经不同了 好了 风光完 叻完之后 怎样呢 回来 死死地气 就是过日子 过什么日子 真是受不了 就去英国 这个好现实 这些人如果想在这儿搞事的时候 没有了苹果日报 他还会否搞得到呢 我相信机会都不大 你去英国好不好 你去英国 就过你自己生活 你就去 在Lexus Square 拿着旗子走 对香港是没有影响的 但无论如何 没有了苹果日报 香港 让我们尝试 过一个平和 没有那么多斗争 的时代 你说风光大壮 所以那些小黄人 劝今天要全部人 穿黑色 要去悼念他 我们坚持 我怎样都一定要穿蓝 不要说笑 没用了 其实这是一个年代的终结 26年的年代 香港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